如果说到甜蜜,不可以拿来喝,不可以拿来做蜜蜜 南岛世界第二普南国当中的查询六诀 有些可以从业蜜去开始 跟冲蜜、粉蜜、品蜜香、蜜蜜 最后是喝茶汤,让大家透过这皮肤、蜜蜜及蜜酒 甚至了解到第五秒 南岛世界第二普南国最后一天在16个月礼拜日 南岛观众李明珍就要再次邀请大家 把时间做过来体验第三个文化 自己经地基、冲蜜,再用刷、冲电网、尾起来 透过它的热气来昏迷 所以来中博放入蜜蜜做面膜 而且蜜蜜也没有浪费,可以做研磨 最后就可以享受一杯自己一开始冲的蜜蜜 我卖茶卖了1、2、4年了 还没有用过茶叶来熏这个敷蜜 我觉得感受得不错 它这个是茶叶,茶叶吃起来是 喝起来淡淡的清香 像我们今天泡的是四季春的初制茶 就是刚才炒起来的茶 那个茅茶 然后让人家做熏练的动作 然后用那个热气把它增练 然后做完之后增练把它拍打 那个水分,茶汤的水分渗透我们肌肤进去 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用面膜 然后改做敷脸的动作 敷脸动作之后 然后茶叶又给它覆盖我们的眼睛 做各着眼压的疏解 所以是属于一种做敷脸的SPA 来到南岛世界第一波兰会 让我们来体验看看 有请两个文化协会 所办理的茶叶六绝 让大家照顾白酒 品牙、嘴、配乎 来做一种地的SPA 那么我们南岛四岁茶叶布兰会 我们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创集 就是茶叶生机体验区 那么茶叶生机体验区 大概有茶叶六绝 就是说你来这 让你评这茶叶香 茶叶在我们作敏 在敏脸上拨一拨 好舒服啊 今年的世界茶叶布兰会 大概总共有20个活动 项目 所以尽量地翻领各位来尝试 剩下没有几天的时间 要把握机会 我们到世界第二波兰会 有好看的地道表演谈来看 某各地的好地的林伟园 以及整个行动地的文化相关的体验 我们到管理您面前 邀请大家先来重新春参舞 记者显示从报道